只要可以看懂这个规律 你就可以快速玩转 集成12个大调了 纸板阴阶 首先我们找到五弦三品的这个兜啊 然后呢 在一个把位之内串联出一串自然阴阶 也就是斗软弥发搜拉西兜 然后给这个兜标红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呢 我们还要知道唱名与阴名的对应关系啊 斗软弥发搜拉西对应CDEFGAB 如果此时我把这串阴阶往左挪移一个品格啊 让红色圈圈套在C的位置上的话 那么这一串自然阴阶就是B大调的啊 当红色圈圈从五弦挪到六弦上 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比如说套在搜的位置上 那么这一串自然阴阶就是G大调的 如果再往右挪一个品格呢 此时红色圈圈套的位置呢 是升搜或者是降拉的位置啊 对应的阴名呢 就是升G或者是降A 所以呢 这一串阴阶就是升G调 或者是降A调的 红色圈圈套在拉的位置上啊 这个就是A大调的 这个呢 就是升A调的啊 这个呢 就是B调的 这个呢 就是E调的 这个就是F调的 无论红色圈圈的位置怎么挪啊 软弥发搜拉西对的位置 跟他都是固定不变的啊 相对位置不变 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 执法的安排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你只需要记住 斗软弥发搜拉西都这唯一的固定执法啊 然后呢 挪动红色圈圈的位置 红色圈圈套在音名为哪个的位置上 他就是哪个调的 那么咱们拿起吉他说一下详细的执法安排啊 首先我们给这四根手指进行明确的分工啊 斗软弥发搜拉西都总共有八个音 食指比较灵活 让他多干点活啊 弹三个音 斗弥拉 咱们呢 给都标红啊 因为呢 咱们一会儿推到调示的时候 完全靠都的位置去操作啊 找到五弦三品啊 用食指按住啊 斗软弥发搜拉西都啊 这个呢 就是非大调的 如果把咱们这个标红的食指往右挪一两品啊 此时 这个音名呢 就是D啊 同样的执法安排 斗软弥发搜拉西都啊 这个呢 就是D大调的 食指标红的这个都继续往后挪啊 放到音名为E的点位上 同样的执法 这串人间就是E大调的 挪到六弦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放到六弦的三品上 对应的音名呢 是G啊 这是G大调的 往后挪两品 A大调 无论什么调试 执法的安排都不要变 这样呢 你的思路就清晰了 学会的老铁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以便反复学习 关注我 下集会为你们分享 如何利用固定的执法演奏 记性solo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 ō 咱们 感谢观看